今天是台鐵區間車出體驗 那歸功於T-PASS讓我能夠搭乘這個電聯車 然後呢我覺得這個空間是蠻友善的 那這個龍布的椅子坐起來也很舒服 整個空間感覺好像比捷運還捷徑 有點像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捷運 車長正在執行公務 那我這一次呢是從台北搭到基隆 總共時間大概是40分鐘 那到了南港以後就可以看到風景了 很漂亮 我喜歡這個這一次的體驗 那我這一次啊是到基隆主要是要去那個太平清鳥 去那邊看看那個地方的美景哦 這裡是基隆火車站南站 你只要往中山一路的方向就可以到那個基隆地標登山口 那沿著這個坡道啊這樣慢慢往上走 我覺得很有氣氛 中間經過這個山海博物館 是一個老房子去做社區營造 你看小小的一個博物館 這面牆很漂亮 台灣的原生的一些綠色植物 你看山蘇 鐵線絕 台灣佛甲草 鳳尾絕 哇 這個比那個國外的語音植物更可愛更漂亮 天花板也像海浪一樣 一節一節一浪又一浪 哎呀真的很近耶 已經到了看到學校了 太平國小 現在是太平清鳥的一個文青書店咖啡廳 哇這裡有海島的感覺 我立刻被這些植物所吸引了 來開門進入太平清鳥書店看看 哇這裡是他們的自製產品還有咖啡廳喔 我走上二樓 可以從二樓往下看 然後這個設計很精簡 然後是白色系 哇你看這邊他的窗戶的這個窗式很漂亮喔 有介紹當地的生態 再走上三樓 欸空的 因為他這是個展覽空間 目前沒有展覽 然後這邊呢 哇無敵海景 整個基隆港都在我的眼前 哇好大喔 那今天天氣好好 所以天好藍喔 藍天白雲真好看 看現場大概有十幾個車位可以停車 那緊接著我們到旁邊的基隆地標公園 結束今天最高的行程 我們就往回走 那這是往三下的路 那同樣我是原路走去回來 我覺得上下看的感覺氛圍不一樣 來基隆吃荷家麵線 看了菜單 我點了小碗的綜合麵線 其實料好多種喔 有沒有看到超多種料 還有另外加點的小卷 這是他的特色 超多種自製辣椒 我想我每一種都要來吃一次 配料還有蝦皮和蘿蔔乾 碰碰碰把它拌一拌 跟香菜拌在一起 他的湯汁是用基隆海鮮熬的超好吃的 有聽到聲音嗎 因為我在路邊吃超生令其境的 這個會一吃成主顧 下次來基隆必吃 是 對 來 的